老人作为一种弱势群体 在生活中有着诸多不便 往往不能自己去处理事情 而且一些身体不好 或者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老人 更是会承受许多磨难 大家一定听说过 许多七到八十了还要工作的故事 虽然听上去非常心酸 然而现实就是如此 我们也无法改变 此外还有一些没有工作能力 又或是没有工作机会的老人 生活过得更为艰难 甚至只能依靠着毫无尊严的乞讨度日 可以说是连顿饱饭都吃不上 前段时间在安徽淮南 发生了一件令人泪目的故事 现在天气已经很冷了 大家也逐渐穿上了厚衣服 然而在一家牛肉汤馆的门前 却站着一位瑟瑟发抖的老人 据店里的老板形容 当时他看到那位老人 一直在门外愁愁 哆嗦着个身体来回走 期间还不时往店里看几眼 特别是放满美味的餐桌 老人尤为留恋 老人身上穿的衣服虽然不是很破旧 但穿在他身上并不合身 显得有些大 想来不是自己的 很可能是别人赠予老人的 而老板之所以这样觉得 是因为他发现老人手中还端着一个铁碗 看起来像是一位行走路边 不断行起的老人 令人遗憾的是老人铁碗里空荡荡的 连个小小的铜板都没有 而一分钱都没有要到 这也就意味着老人身无分文 吃饭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老人在门外站了一会儿之后 似乎终于下定了决心 走到了店门口 牛肉馆的老板赶紧走上前去 果然 聊天后得知老人的确是行起的 而老人这次主动走过来 是因为他太饿了 想要点饭吃 看着老人憔悴的脸庞 皱巴巴的皮肤 老板心里很不适滋味 看起来如此寒酸的老人 在这般寒冷的天气里 不光要在外面挨动 还要忍受着饥饿感 真的是太可怜了 想吧 老板二话没说就告诉老人 快进来吧 我给你做碗汤 老人不知是没听清 还是对于老板的好意 有些难以置信 所以靠近老板再次听了一遍 而老板再三重复之后 便转身就将老人迎进了屋 此时老板还发现 老人一直眯着眼睛 似乎是眼神不太好 当他询问原因的时候 老人只是念念如如地说着 但老板没听太清楚 很快 老板就将一碗热腾腾的牛肉汤 端到了老人的面前 生怕老人不够吃 老板还特意多加了好多肉和菜 看到这碗牛肉汤 老人眼巴巴地看着 已经饿极了的 他一定很想吃 可是尊严让他还是犹豫了 看到老人有些不好意思和紧张 老板赶紧跟老人唠家常 问老人是哪里的 多大了 据老人所说 他今年已经77岁了 真的很难想象 年纪已经如此大的老人 居然还要忍受着饥寒交迫 毫无尊严地在外面要饭 此外 老人其实是与家里人分开住的 身边陪伴他的只有一个儿子 可是最近两天儿子居然生病了 这让本来就没多少钱的老人 更是陷入了绝境 万般无奈之下 这才出门讨钱 听闻老人的故事 老板心情十分沉重 一时间竟然不知该说些什么 于是他赶紧让老人快点吃饭 不然一会儿就凉了 可是老人在听到老板的邀请后 仍旧没有动筷子 而是对老板说 用我的铁碗 很显然 老人虽然穿得不是很好 可是在面对好心人的时候 他也知道 人家开店的 格外需要注意卫生 所以不想用老板的碗 可是老人的铁碗 又是装钱 又是装什么的 明显不能用来成吃的 老板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赶紧 夺过老人手中的铁碗 也不在乎老人的要求 硬是要让老人用 自己店里干净的碗吃 老板还对老人说 不用倒 就用这个吃 没人会说你的 听吧 老人似乎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随着老板的劝说 老人最终还是将牛肉汤 放在了自己的面前 用筷子夹了几下碗里的 大块牛肉 老人有些难以置信 或许他从未想过 有一天能吃到这么香的牛肉 随后 老板又做了一件贴心的事情 再看到老人戴着帽子 如果低下头喝汤的话 会很不方便 老板便帮助老人 把帽盐转到了后边 好让老人好好吃饭 当老人准备吃的时候 老板又叮嘱老人 慢点吃 不够了再跟我讲 我再给你加一点 老人听完连连摆手 说这些就够了 不用再加了 说完老人就慢慢喝了一口汤 开始吃起了美味的饭 而老人吃完 正准备走的时候 老板又叫住了老人 直接就往老人手里 塞了500块钱 让老人去买点好吃 不得不说 老板人真的是太善良了 而事实上 老板已经不是第一次 做这样的善事了 之前就有许多流浪在外的人 都接受过他的馈赠 而且老板还在采访的时候说 只要是吃不上饭的 都可以来我这 一碗汤或者什么 只要你饿了就可以来 每个人都可以来 看过这个故事 很多人都为老板的善良点赞 我们也祝他好人一生平安 生意越来越好 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个巴巡奶奶卖菜 竟然被路人坑了的故事 这天 一位奶奶来集市上卖菜 她看到别人的生意这么好 自己的却无人问津 奶奶有些失落 又特别的羡慕 这时终于来了一个客人 奶奶告诉女子 这些菜都是自己种的 很好的 来一点吧 女子让奶奶帮他撑一点 奶奶认真地给女子撑重算价格 她告诉女子 总共是六块钱 可女子却只丢给了奶奶五块 她指着地上说 这些连五块都不值 奶奶苦苦地哀求女子 对女子说 我们卖菜不容易 卖一块钱不能少啊 可女子却无动于衷 还是无情地离开了 看着奶奶的表情 太令人心酸了 女子真的是有点过分了 这个时候有一对夫妻走向了奶奶 男子问奶奶 刚才那个客人是少给钱了吗 奶奶说是啊 她说 我的菜不值那个钱 女子问奶奶 这个菜是不是自己种的 奶奶说是我自己种的 你们要买一点吗 女子问她 有没有吃早饭 奶奶则说还没呢 说完 女子拿了一个饼给奶奶 让她先把早点吃了 奶奶很感谢他们 一直在道谢 男子又问奶奶 是不是把菜卖完就回家了 奶奶点了点头说 卖完就回去了 女子就直接告诉奶奶 那这些我们都要了 帮我们撑一下吧 奶奶点了点头 全部算好之后 奶奶告诉他们 总共是四十块钱 女子却给了奶奶一百块 奶奶赶紧说 你等一下 我找钱给你 说完 奶奶就逃出钱包 准备给女子找钱 可女子居然告诉她 不用找了 还让她把剩下的 拿去买点东西吃 奶奶说 那怎么行呢 女子说 没事的奶奶 剩下的也没多少 您就收下吧 奶奶很感谢他们 连忙说了好几声谢谢 最后他们夫妻二人和奶奶 告了别就走了 的确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可是在如此多的正能量面前 相信我们即便老去 也不会太难堪 希望这样的正能量 越来越多 社会也越来越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